我叫李欣 自己坚持画画已经十几年了 由于自己这个爱好 所以养成了自己相对平静的性格 当然我觉得自己还是个比较开朗的人 由于自己养成画画 所以对儿童绘画心理比较了解 所以就从事了少儿美术行业 由于生在孩子的想法和见识 也让自己重新的认识了 这个充满同趣的行业 李欣 男 26岁 山西人 北京服装学院硕士 服装设计与工程专业 大家好 我叫李欣 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 自己在生活和工作当中 是一个比较善于自嘲的人 也比较喜欢和朋友开玩笑 用现在的话讲 自己就是一个人畜无害的类型 自己在研究生期间 从事了少儿美术教育行业 我就觉得这个行业特别的美好 然后能带给自己很多的灵感 而且也会让自己释放天性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希望求职一份少儿美术课程研发 或者新媒体运营的工作 谢谢大家 三位老板好 然后两位人类专家好 涂老师好 多高啊 一米八八 一米八八 对 跟小孩子打交道 对 喜欢孩子 对 比较喜欢孩子 你是从事小孩 这个美术课程的 相关的工作吗 对 你这个专业不是服装社区 专业工程专专业吗 对 自己这个服装专业 其实考的时候 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考上 自己也之前会有一些了解 会觉得 是不是会从事很多的 绘画的相关的工作 但发现不是 更多的是一些研究性的工作 基础研究工作 你还是喜欢跟孩子打交道 对 就是孩子那种灵感 就是他们画的画特别有意思 你会发现很多 他们会和一些大师的画 有很相近的地方 我觉得孩子肯定都特别喜欢你 还可以 因为他很懂得欣赏孩子 是 李星 我觉得你的表述 就是我觉得挺舒服的 那你能讲解 你对小孩子美术教育 你是什么样的理论支撑 因为我从小 我应该是幼儿园开始 就开始去画画了 就是我觉得 就是在自己绘画的过程当中 会比较了解 孩子每个阶段的绘画心理 但是未来你要走专业职场的话 还是需要有专业的 就是自己希望得到一些 更多的数据来支持 自己更好地完成这份工作 自己回答的其实还是一些个人的观点 具体的一些 就是很深的理论研究 自己也没有去查过 你对孩子的那种欣赏 那种挖掘的精神 我觉得是很多老师不具备的 我们来看看他的PPT 那个我做了一份教案 像大家手里拿这份教案的名字叫做安康瑜 然后上面那两个就是孩子的作品 最右边最上面的两个 这是多大的孩子完成的 这两个是五到六岁的孩子 这个教案有什么特色吗 说一下吧 他的前半部分要有一些范画 要有一些范例孩子的 包括教师的 然后中间一部分 我觉得是讲给老师听的 就是我想讲给老师 怎么样去看待孩子的话 最后会给大家看一些 尽可能地给孩子看更多的图片 我看到他的这个教案以后 我在想说 他所有在美术上面的应用 能不能放到体育上 能不能应用到其他的行业 但是他其实还真的是很执着的 很少有选手在PPT当中 一张自己的图片 或者活动图片都不放的 全部都是自己的专业职业的东西 他很专注 好喜欢孩子 对 他很好 他有一种让人不烦的力量 有你不喜欢的孩子吗 就是在教学当中 也会有些孩子 因为他总是不画 那你怎么鼓励他呢 比如说我们找一个 我们比如说那个任东百 长那样 你怎么鼓励他画 任同学 今天你为什么又没画画呢 今天我不舒服 你不舒服是吗 你上节课不就不舒服了吗 我每天都不舒服 你每天都不舒服是吗 好吧 那你尝试尝试 老师今天画的这个新东西好不好 画的不好看 没关系 你就胡乱图个背景嘛 你看我 也这样 我也就只能画成这样嘛 你比我画的稍好点就行 我觉得真的感觉挺好的 就跟他交流的时候 就感觉特别舒服 是吧 除了这个哄的策略 还有别的吗 你的耐心从头至尾 我们都看得出来 但是我觉得还是 你就是哄的话 可能就是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会比较 会比较有管用 我问你个问题啊 就是做教育的都会 儿童教育都会比较天马行空 如果你准备跟一个人彻夜长谈 古今中外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 你想跟他彻夜长谈 取取经交流一下的话 你会选择谁 我可能会选择一下赛上 这道题为什么要这么测呢 你选谁 其实你的内心潜意识 就会把自个儿当成谁 那作为这个你的大师兄 北京服装学的大师兄 师兄好 我很希望你能够好好的把服装设计 跟工程做好 因为北服很难考 分也很高 不是你说的 哇 稀里糊涂的 随便就算了 对吧 如果刚才你有两个岗位的话 那做这个儿童教育 是需要有温度 做新媒体有态度 我觉得刚才显现 你真的是很有温度的一个人 他真的很适合做 很适合做儿童教育 对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 就只做这个 少儿艺术教育吗 或者是教育类相关的 新媒体 新媒体 就想跟孩子打交道 对 对吧 六千有地域限制吗 最好在太原或北京 太原或北京 夹是太原的 对 夹是太原的 是吧 来 第一轮选择 去后里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财 天生我有财 有准备吗 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个 小的书签 有 好香啊 画的我 对 但是有一个问题 我不太了解 今天能有多少位老板来 而且我的时间也不是很够 所以就画了一点点 就画了几个 白晏 你毁掉了 来 我们来看 先看陈昊 真的很像 呆呆的样子 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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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画的太老实了 他实际上没有那么老实 来 看尹峰的啊 尹峰的画的是另外一面 看见没有 这个画的是尹峰吗 他画我发愣的样子 你看 看这个像 这个像 最后来看庞白晏的 那个 你会对我负责任的 哈哈哈哈 看看啊 庞白晏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可以啊 这画的像个男的你感觉没 是因为盘着头呢 没毛病 没毛病啊 真的画特别好 有点像好影 诶 我这张我特别喜欢 我觉得就是 诶 我觉得他所有的画里面 都有一种感觉 就是每个人的眼神 都很天真 对对对对 这个其实是想展示 自己有研究的 这方面的一个小技能 没有达到自己想的 那个效果 但是大家还是很喜欢 来 老张 看看他的性格评估 好 依人性不错 还有呢 情绪稳定性 得分也不错 静责性呢 得分不太高 这更多还是跟他这个做设计的 做美术这方面 一种随性有关 在技能方面 还有呢 艺术方面 以及研究方面 社交方面得分都不错 自我评价这个得分呢 是中低 他为什么能力自信那么低 能力自信不高 他主要是这样 从小就喜欢美术 很想做这个服装设计这块 因为他用到美术 上了服装学院的研究生 发现是研究服装材料的 他这种人最大的特别 就是长着一个凶神恶煞的外表 一个天真烂漫的童心 截然的反常 那我对你那个创业比赛 感觉比较感兴趣 你这个奖有没有含金量啊 这个比赛呢 其实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流程 就是从一开始收集资料 然后到中间的产品实验 然后到中间的 就是优化 不断的优化 到最后出产品 出产品以后写报告 写完报告以后 写创业计划书 然后写创业计划书以后写 你就像个小孩子 跟老师汇报一样 我特别觉得面试 你不算面试个成年人 你知道吗 有这种感觉 你平时跟成人交流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 你看我们俩交流没问题啊 人家没啥问题啊 但我就有点担心啊 是因为你 不能把自己递到一个像孩子 你知道吗 来 旁白衣 李欣 为人很善良 然后看孩子 总是能用欣赏的眼光和角度去看 都挺好的 你可能跟孩子的接触 然后单纯有加 然后呵护有加 但是你在成人世界里 和同事之间的交往 我觉得你可能还是缺乏一些策略性 另外一个 你对研判他人对你的好恶 和这种人际的互动 可能还是有一点缺失的 今天因为是教师节嘛 那我能不能问一下 你心目中 人生里边 对你印象最深的老师 是什么样子 对我印象比较深的老师 是自己小时候的美术教师 有一次呢 就是下大雨 然后我妈送我 送了一半 然后正好碰上了老师 老师说 正好我把你烧过去 我就觉得特别的感动 其实我小时候 跟他画画就画了五年 就是有爱的老师 对 土老师你那么有才 有什么恩师点拨过你吗 我 对 生活当中处处都是恩师 你们都是我的恩师 好 李老师 李老师 我提个问题 我提个问题 因为呢 我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老大七岁 但有一个问题啊 始终困扰着我 他做什么事呢 都没有长性 如果他就不是这块料 你怎么处理 包括怎么跟他的家长 沟通请教一下 他假如他擅长的话 我会不断地发掘他 假如他不擅长的话 会跟家长聊一下 就是我们只要把这个 当成一种娱乐来讲就好了 就我来这里 就是玩一玩颜色 如果作为老师 他如果遇到这种情况的话 他怎么去能够 让这个孩子持续性加强 他现在 这是我的另外一个问题 他现在可能还到不了 那个层级 这是老师嘛 今天是教师节 我们让老师分享一下经验 就是个人能力的提高 我首先要有个人魅力 就是让孩子喜欢来你这边 可能并不是因为 喜欢这个课档 我喜欢这个人 但因为喜欢你 或其实就是说 喜欢你的沟通方式 对 其实要那么刻意地去激发孩子内心的天赋 干什么 如果孩子处于一个快乐放松的状态 他的天赋就很容易呈现出来 来 第二轮选择 好 还有六盏灯 来 我们来听一下他们推进的十位 我就是提供的这边 很简单 就是 迎客旅游的新媒体运营 主要是针对我们儿童旅游产品的新媒体推广 那我给你的就是 这个我们素养教育 美术课程的助教 李欣你好 我看到你的这个特长当中 有一个是篮球 所以我提供给你的岗位有两个 一个呢是新媒体运营专员 另外呢 一个是我们在体育教育这一块的教育专员 中国功夫娱乐赛是给您提供的岗位 就是外联部的一个市场专员 地点在北京 那么吉敏呢 我们有一款产品是 爱米儿童无品电视 那么如果说你加入到吉敏 来做这个儿童鸡的这个产品市场经理 就这个岗位是非常适合你的 我觉得就如果你来我们这里边 我不知道你理解吧 人工智能现在能做的事情 其实连冰河世纪的这个美术 都已经可以AI来做了 所以呢就是说 通过这个人工智能 你可以到医学教育里边 把这个所有的美术的理念去解构出来 然后呢通过一个AI的机器老师 然后呢把它给交给学生 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有意义 在剩下来的六盏灯当中 灭掉四盏留下两盏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不是很了解 没事吧 这么高的个子我也不敢说什么 也真的是不是特别了解 可以选择了吗 这孩子太善良了 他灭谁都一样 是吧因为这种的选择还是陈总 你这种纯实振扎毫无意义 还是把它灭了 为了上台 对做人要坚决赶紧把它灭了 但我这儿学新媒体 比他那儿还有点前途 你学教育你就跟着陈浩 对吧 你好像我粗暴 没有爱心的老板 怎么适合你呢 对不起对不起 有请丽浩阳 陈浩 男前不上感情 像我们这样的老板 绝对不让选手为难 你知道吗 不为难一个老师 有些人垂死阵掌 来来来 先好了吗 请揭晓 六千七千都达到了你的预期标准 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陈老板 那个其实我更愿意去做的是 课程的研发 可以啊 其实你提的是一个 我们到希望的这个 因为美术老师跟其他学科 还不一样 很多人还是希望在一线受课的 对就是 更愿意他是在幕后做研发的 还真是少数 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 有 多尴尬 你好歹给他个面子 问他一个问题吗 没有了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超过七千的 八千 八千五 九千 只能到八千五 你不能喊两口的 只能喊一口 还有吗 好 把另外的九盏灯灭了 看样子是真心喜欢你啊 来 为什么要加到八千五啊 他更适合搞运营 是吧 对 好 因为他能把产品和人的连接做得更好 而且只要事儿交给你 一定能完成结果 好 我觉得这个美老板你就别捣乱了 就是千万不要让中国的孩子少了一个这么有爱心的一个老师 今天还是教师节 所以你给中国的下一代留一些更多点希望 哇 这绑架的你看 我今天 我再来讲 实际上我让你到这儿来是最符合你的教育精神的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在旅游环节 实际上是最释放人天性的 好 我们不说了啊 把那盏灯灭了 你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让梅向荣代替他们俩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不用坏 为什么 就是 其实 其实陈总讲的有一点是很对的 就是 我需要那部分理论 好 支持你 行 孩子都是执着的 好 来 思考十秒 做出最后的选择 医学教育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 去吧 嗯 我 忽兰 忽兰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是吗 你选择了我 以后我肯定的会给你加一千 七千加 你加多少钱都是你的权利 算送给你的教师节礼物 谢谢 希望你可以给你好 我觉得今天已经把自己想表达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 最后选择群种是因为了解优胜教育会有儿童美术这一块的专门的内容 可能在那边可能能给自己打一个更好的笔子吧 我希望在优胜教育对于少儿美术有个更深入的研究版 我希望自己以后是个研究的人